屏東萬人人潮近期大爆棚 排隊買豬腳 隊伍看不見鏡頭 馬路上滿滿都是人 汽車想通行 困難重重 找車就要找二三十分鐘要了 停車場是應該停不下來的 都停到大馬路邊 車子隨意臨停 還有人擋在轉彎處根本過不去 或是路邊臨停害得交通打劫 甚至還發生行車糾紛 機車突然從車陣中 竄出來逆向超車 結果擋住駕駛通行 後座女乘客手指著一旁 要駕駛從旁邊過 雙方一度僵持不下 最後騎士來這招 把奧特派移到駕駛正前方 疑似嗆瞎來撞我啊 騎士情緒激動 最後知道自己理虧 摸摸鼻子離開現場 或是他車讓到 或是飛遇突發狀況 在車道中暫停 騎士一時賭氣移機車擋路 強迫他人讓道 最高可開罰24000元 論二月買豬腳人潮滿出來 警方呼籲還是要遵守交通規則 避免行車糾紛 免得吃罰單 記者張春華 評論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文字áo 歡迎 谢谢观看